来看这个驾驶它真的非常的狠心哦 有对情侣它们开车经过了桃园县的巴德市 看到对面有一辆黑色轿车直接撞上一只小狗狗 而且这个驾驶它不但没有下车查看 它居然还来回撵过两次 接着它就离开了现场 那么驾驶它的恶行恶状也都被拍了下来 40号晚间6点半 陈先生开车经过桃园巴德市区 却看见对象轿车直接撵过躺在路中间的狗狗 按喇叭要轿车注意已经撵到狗狗了 不过接下来的画面更恐怖 压到狗狗的轿车不但没有立刻退开 甚至还先往后退又再往前移 来回在狗狗的身上压了两次才肯慢慢离开 被轿车撵过的狗狗哀嚎的躺在路中间 身体不断抽搐 想逃走却已经没有力气 这么可怕的画面吓坏陈先生的女友 残忍的画面让人不敢相信 募集整个过程的陈先生气到汗对方理论 黏狗的驾驶不肯认错 态度嚣张 不管被黏伤的狗狗直接开车离去 陈先生先把狗狗送到医院急救 幸运救回一命也把这个恶劣年狗的画面 PO上网要快点抓到这个可恶的凶手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